金曲歌王许富凯武木大学概念专辑发行后 横扫各大数位台语榜单 最新主打歌运江的后照镜 以继承车司机后照镜的独特视角为题 诉说 每多拥有一个观看人生的视角 便多拥有一个不同的灵魂 大家看大哥就是慈眉山目的 意思就是我爽又有难 没有 我不是爽 这些 接地去 但是你看到嘴巴的 剩第一次 就是有威胁感 我看起来也是算慈眉山目的 我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 重点是你太帅了 他真的很可爱 他是那种帅气的可爱型 这样跟人家不一样 好 谢谢 这是很棒的称赞 带一点香土味 但是很亲切 所以他可以吸引到很大的群众 所以歌迷很多 谢谢 我第一次拍这种现场搭的 对 科技进步了 我老了 拍这种歌曲MV的话 应该常常会碰到吧 第一次 你也是第一次 这是我第一次 对 因为以前都是在外景 实际的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 跟这样子的背景做结合 所以蛮新鲜的 而且真的还蛮省事的 对 其实对 对 其实这样子蛮好控制的 嗯 不管噪音的干扰啊 或者天气的变化 阳光的明暗啊 都没影响了 对 之前以前有听过那个 富凯的歌吗 到底有啊 他从很久以前 歌唱比赛的时候 我就注意到 诶 这个鼓鼓鼓的 歌又唱了 不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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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那个时候啊 然后就会被他吸引会去听 后来我耳朵不好了 你看我有带助听器 所以最近这十几年 我就比较少听歌 但是带助听器 在外面走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 嗯嗯嗯 他的歌又跑出来 又会听到 人家家里啊 店里啊 放得蛮大声的 音乐梦啊 我年轻的时候 还真的有耶 就是也摸过两下吉他 摸两下之后呢 就放着了 充满挫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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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说 练一练还可以把妹妹啊 没有我们那个年代嘛 但是后来还是放弃 对我来讲很困难 其实也是冤了我一个梦 因为阿希大哥 都有来说 以前就有看过他的戏嘛 那其实 我一直对戏剧也没有放弃 也当然很想要去尝试 那也想说有一天 可以跟阿希大哥一起演戏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 刚好藉由这个机会 能够一起拍MV 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对 然后真的是圆猛 对啊 好难得喔 他是属于音乐这一块嘛 我属于演戏这一块 想要碰到都很难 很难很难 很难得啊 对 希望啦希望 赶快来找我们拍戏 对啊 他刚刚唱的时候我看看 因为还蛮有感觉的 对啊 他是有那种戏感啊 对那你说戏感 他又不是做作的那种 又带着一点悲悯的味道 悲苦中又带着悲悯的味道 他这个歌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那是有东西的歌 也不是风花雪月小情小爱 也不是那种无定身影 这个歌蛮神奇的 你看如果从歌名来讲 蕴讲后照镜啊 蕴讲是个老人家 他已经经过人生很大的一段 有他自己的 也会嘛 对不对 那后照镜 后照给他隔了一个玻璃 看过去好像人跳出来 好像听众听这首歌的时候 跳出来来看人间百态 后照镜 看完之后 是不是也会回过头来后照嘛 我自己的人生呢 但是蛮好玩的 这个歌有意思 跟一般的流行歌曲 是不一样 他是有东西的 阿弥陀佛 突然今天想要讲阿弥陀佛 希望能大麦 谢谢 好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有 是 我 是 的 我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